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面的空间取暖设备 我相信视频前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半路出国来到了加拿大这个寒冷的国度 而且很快就会发现,取暖设备对于我们的家居生活是多么的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 可是在我过往的工作当中呢,我发现很多朋友或者客户打电话来咨询的时候 都只会说,哎呀,我们家的暖气不工作了 当我问到他们家是哪一类暖气设备的时候呢,十有八九的朋友并不知道,也不了解 所以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家里面的空间取暖设备 家用的空间取暖设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暖气设备或者是暖气炉 主要呢,有两种,一种叫做boiler,一种叫做furnace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会把空间取暖设备和给我们供生活热水用的热水炉进行混淆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空间供暖设备和供热水的设备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设备 功能,用途,以及维护保养也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家用的空间取暖设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暖气设备或者暖气炉 主要呢,有两种,boiler和furnace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介绍第一种,boiler boiler,从这个名词上大家就可以感受到boil,是把水煮沸的意思 所以呢,boiler也称为水暖炉,也就是用热水来提供空间取暖的设备 那boiler,也就是水暖炉供热呢,具有很多的优点 首先是安静,清洁,供热温和,均匀 它没有吹风暖气炉,风机工作的噪音 没有飞扬的尘埃,没有将烹调的油烟,味道窜入其他房间的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这个水暖炉就跟我们在国内用的暖气呢,有一点类似 那么用水暖炉供热的房子呢,它的房屋里面呢 是可以不需要安装中央的管道系统的 所以呢,它就不存在,诶,各个房间这个通过中央的管道系统 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可能性 那么再者呢,使用水暖炉,它就是比较容易分区控制 对于很少使用的房间,可以把它的温度呢,调低 这样呢,既环保又可以减少开支 当然了,那么有优点就一定有它相应的缺点 那么水暖炉的这个缺点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升温慢,尤其是地热 因为水管的温度呢,只有华氏85度左右 因此加热整个空间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水管的温度如果提高,人们呢,会很不舒服 其次,一旦有水管破裂,堵塞,造成的损伤也是很明显的 维修费用也相当的高 那么第三个缺点,就是这种取暖方式 它不像风暖,很容易加装中央空调 大家考虑一下为什么呢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因为安装水暖炉的这种房子呢 通常来讲呢,是不必要安装中央管道系统的 所以呢,它就很难安装中央空调 那么这一类的房屋,如果要装空调 大多数就是安装壁挂式的空调 但是呢,在加拿大,壁挂式空调的安装费用将会是中央空调系统的两倍甚至更多 那么第四个缺点呢,就是生活在水质比较硬的地区 比如说,我们第二故乡萨省 那水垢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 水暖的管道以及接口经常会出现堵塞 导致不能正常供暖 那么这是第一类的暖气炉设备 我们把它叫做boiler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二类叫做furnace 这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暖气炉 也是在加拿大范围内使用最为普遍的供暖设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自己家里的这个设备间里面 有一个长方体的暖气炉设备 上面连接着管道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铁皮管子 或者是白色的pvc排烟管的 那个呢,就叫做暖气炉 也就是我们说的furnace 那么这一类furnace它使用的燃料呢 有电力、燃油和天然气 当然了,时至今日99%以上的都在使用天然气 随着天然气费不断下降 电费的上升 现在使用天然气 比用燃油呢,节省三成费用 比用电力呢,节省高达六成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来自Sask Energy官方网站的数据 好,除了使用不同的燃料对暖气炉进行分类以外呢 暖气炉也有不同的效能级别的区别 通常来说,低于78%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般效能 我们不叫低效 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效能 78%到90% 我们称之为中效能 90%以上的呢 便被叫做高效能 那么时至今日,随着节能意识的增强 市面上已经没有中效炉了 全部都是高效炉 而且呢,近两年 低于95%效率的暖气炉 也在逐渐的被淘汰当中 那么下面的数据呢 也是来自于Sask Energy的官方网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Standard Efficiency Mid Efficiency High Efficiency 那么它的这个效率呢 都是各有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当中显示的 效能不同 电机选择不同 对于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 也截然不同 那么它主要比较了 不同效能的暖气炉 在马达耗电费和天然气费上面的节能情况 效能的不同 电机的选择不同 那么对于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费用 也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行是马达的耗电费 第二行是天然气费 那第一列呢 是一般效能 第二列中等效能 第三列是高效能当中 90%到95%的效能 第四列是高效能当中 95%到98%的效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几类不同效能的暖气炉当中 它们的耗电和天然气费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一般而言呢 如果大家不会判断 我这个房子啊 里面的暖气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暖气呢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估算法 如果这个房子已经有20年以上的房龄 除非曾经更换过暖气炉 那么十有八九呢 这个房子里面的暖气炉是一般效能 而且呢 很多牌子已经不再生产 甚至一些型号呢 已经绝世了 那么对于十年屋龄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设备来讲呢 大多数应该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高效能 当然了也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中效能的暖气设备 对于最近五年以内的房屋 通常来讲呢 都已经是更换为95%左右的高效能的暖气炉了 那么为了安全和节能 我们还是建议用户啊 可以考虑把家里面对于一般效能和中效能的暖气炉呢 更换成高效的设备 那么第二个判断方法 大家也可以到你的地下室的设备间去看一下 如果这个方方的暖气炉上面连接的管道 是铁皮的圆管道 那么通常来讲呢 这一类的暖气炉就属于一般效能或者是中等效能的 那如果说这个长方的暖气炉上面连接的是白色的PVC管道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一类的暖气炉啊 就已经是高效能的暖气炉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带领大家认识了空间取暖设备 我们讲的Furnace和Boiler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什么是Furnace 什么是Boiler 那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聊起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可以很简单的和顺利的进行沟通 好了 那么对于今天的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 喜欢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关注 以及下面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